欢迎继续收听《历史深处的民国》 作者江城 演播飞扬 书节上回 毁诵仇勋慰 这几个字可是非常关键 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13号 英贵星发给洪述署一封信 说这一封信 堪称是近代史上第一封 特别不要脸的犯罪信 因为内容是特别的直白 咱们来看看 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 3月初九来函 即13号殿均静息 此分别降臣于后 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 也就是3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组 在3月6号写就的那份意见 以及一封电文 3月13号收到的那份 免礼藏真的 毁诵仇勋慰的电报 各位 为什么要在这封信里边 回复意见呢 秘密就应该是藏在 英贵星收到的意见的日期 3月初九里边 只是 这3月初九很费解啊 应该不是指阴历的3月初九 也就是1913年4月15号 可是3月初九 他也不太像杨丽的说法 不管怎么说吧 或许呢 是英贵星在发出电报之后 才收到意见 也或许是收到了 还没来得及看 那总之 那封买公债的电文 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 这是可以非常确定的 好 再看第二部分 英贵星详细的解释了公债的事 英贵星说 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 那种利息巴黎的公债 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65折 因为这里边有人转卖 然后每百万只卖65万 而他呢 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 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662折来购买 这小子还强调啊 他费了很大的劲 才搞了这么一个好点子 而且呢 不要好处费 说清楚 这当然是给自个脸上贴金的鬼话 多半的是不可能信的 英贵星说了这么多 言外之意呢 就是我开的条件还不错 你红数组之前责怪我啊 开的条件太高 是没道理 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 美言几句 公债不难买到吗 这差一句啊 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 以及红英二人的来往电函 可以知道 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 最终决定权呢 在当时的财政部 财政部长说了算 并不需要取得 袁世凯的同意 咱说了这么多 可能有朋友会听着有点懵啊 说这么多公债的事 干嘛呢 各位 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买公债 跟谋送 搞钱 对 谋送 叫人 搞钱 这事 它其实没有直接关系 这是一条 非常关键的信息 再来看 这封信的第三部分 那可以看作是 银贵星对前面那个意见的正式答复 银贵星知道 自个儿拿不出黑材料交差 所以呢 采纳了红书组交给他的办事流程 来应付差事 先是收集宋教人的反对文章 看看网上他的黑材料 他收集了民力报转载的宋教人演讲稿 寄给了红书组 前面说了 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 方可下手 他们也侦探到了对方的所谓激烈之举 不但宋教人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 而且呢 黄兴也有点不老实 昨天 黄兴的把银贵星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钱 拿出了一部分 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 随后呢 他解释自己这次帮着黄兴卖公债 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搞革命呢 让红书组在领导面前替自个儿说两句好话 这信的第四部分 那则是明显的 殷贵星深刻领会了 毁宋仇勋魏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 他说呢 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 但禁不住宋教人他太能搞事了 如果我们不釜底初心干掉他 恐怕对大选的局面非常不利啊 可话说回来 要办宋教人这事 他需要钱呢 而我倾家荡产 也才垫付了二十余万 对不对 殷贵星的这次罕价 二十余万 和之前所要的报酬 三十万元相当 也就是说 其最终的报价 各位 底牌三十万 话说 一天之后呢 殷贵星主动提出明确的赐诵计划 梁山匪魁四处扰乱 危险时慎了 已发出紧急命令 设法脚补 其转成 后事 对 这用梁山匪魁 宋将的 宋字 代指 宋教人 你看 人家这套路挺多 对吧 设法脚补 意思吗 就是暗杀 其转成 是让洪述组 来征求一下 领导的意见 这领导谁呢 当然是赵炳军 袁世凯了 好了 到这 赐诵的剧本呢 差不多了 好 到这 似乎这事 洪述组 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这有点跟他的作风 不太相匹配 对吧 洪述组呢 用实际行动 告诉世人 口改不了吃屎 他也改不了捞钱 1913年3月17号 洪述组 发电给英贵星 说 债票特别准 何日缴线领票 令电 润我若干 今日付 债票特别准 表面上似乎是在说 公债肯定能办下来 但实际上 是肯定了 英贵星的 四送计划 30万的报酬没问题 寻味也不是问题 然而呢 洪述组担心的 英贵星再次是满嘴跑火车 于是 吉他 你可别光说不做呀 得赶紧行动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有这么一句叫 何日缴线领票呢 至于最后一句话 润我若干 今日付 意思是 接着给我回扣 今天务必答复我 这事 行还是不行 可是接下来两天呢 银贵星并没有给出答复 因此 洪述组再发两份电报 催促银贵星赶紧兑现承诺 这就到了3月20号 银贵星回复洪述组 说电报呢 我已经收到了 但请你啊 先承报给中央 至于洪述组 有没有先承报领导 这事 咱们稍后再讲 反正呢 银贵星是没有管3721 以相当的雷人理由啊 替4万万同胞除害 和相当离谱的价格 30块钱 对 承诺是1000 十负是30 请得杀手 武士英出手 也就是咱们一开始 所说的这一幕 好 到这儿呢 案情的大致脉络 渐渐清晰起来 英红二人 想通过搞臭宋教人 来搞钱啊 原本这个计划呢 已经得到了赵炳君 和袁世凯的同意 到这儿 好理解啊 党争嘛 肯定是要搞黑对方 搞臭对方 对不对 但问题是 英贵星 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 他根本搞不到黑材料 于是呢 骑虎南下的英贵星 在同样也交不了差的 红术组的暗示下 杀了宋教人 试图以此来交差 并且搞钱 可问题是 各位 您一定会注意到 这事儿 红术组 有没有受到 袁世凯 或者是赵炳君的指使呢 这点很重要 因为这涉及到 最后宋教人之死 这锅 到底该是谁来背 这儿涉及到 两句电文 也就是大部分人 用之给袁世凯 定罪的两句话 红术组 分别于13号和17号所发电文中的 毁送仇勋位 以及债券 特别准 好了 一句这两点 给袁世凯定了罪 那么 袁世凯到底是 袁大头 还是 冤大头呢 更多精彩故事 请您 接着往下听 这儿要稍微重点提一下 毁送仇勋位 到底该怎么解释呢 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同的结果 国民党人的解释是 毁送仇勋位 杀宋教人则 仇以勋位也 而仇勋位 这么大的事 他不是红术组这么一个小官可以决定的 必须得有总统的同意吧 因此可以证明 红术组之所以能够发出 毁送仇勋位的电文 想必呢 是袁世凯的意思 对于国民党的这种解释 甩过来的锅 袁世凯和赵炳军自然是时刻否认 没这回事 对不对 而且呢 他们也给出了一个说的过去的解释 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 不可能暗箱操作 如果我们以英贵星毁送有功的名义 授予对方勋位 岂非不打自招吗 对啊 我们如果这么干 对不对 这也太明显了 你们这么说 完全是在侮辱我们智商啊 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啊 在我们看来都不成立 政治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原理 什么呢 叫欲加之罪 对 何患无辞 欲赏之功 也同样何患无辞啊 就毁送仇勋位这事来说 英贵星干辛亥革命有功 就是一个很好的词 一个很好的借口嘛 因此国民党认定 红术祖设法仇勋位的假设 是不成立的 红术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 对 尽管你袁世凯没说 但他可以假借你之名来办这事 因此呢 他可以用这个借口 为英贵星申请勋位 更重要的是 红术祖他确实有用过这个理由 为英贵星申请勋位的计划 这不是瞎编 那 因为在1912年10月有证据 那会儿 红术祖给英贵星写了一封信 红术祖在这封信里边 让英贵星呢 补计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 对 原话是 旺补计 因要续勋 非如此不可也 至于后来为何几个月也没办下来 估摸着是因为红术祖啊 不太满意 英贵星搞黑材料这事啊 没办好 同理 袁世凯呢 也不能够用仇勋位 不能暗详操作的理由 来为自己洗脱干系 因为他可以用这样的借口 光明正大的 为英贵星来受勋 不用任何的暗箱操作嘛 也就是说 毁宋 筹勋位 既没法证明 袁世凯下令毁宋 当然了 也没法证明 袁世凯 他没有下令毁宋 这事儿 就是一笔糊涂账啊 至于 红术祖给出的承诺 债票 特别准 也有人呢 提出质疑 说这个 如果没有袁世凯 和赵炳君的同意 即使杀了宋教人 红术祖有能力批准 以662折 出售 八离公债吗 对不对 他又以什么样的明目 搞到这三十万的酬劳呢 对于公债的事儿啊 前面咱已经说过了 也有了结论 公债和刺杀宋教人 没有直接的关系 更不需要 袁世凯的批准 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 这其实很简单 鉴于之前 袁世凯已经承诺 只要看到黑材料就给钱 因此呢 再把违法当饭吃的红术祖看来 只要你英贵心啊 不暴露 杀了宋教人 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 把这笔已经准备好了的钱 拿到手的 对吧 那既然 毁送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 都没法证明 袁世凯直接参与这案子 难道 袁世凯真的就可以脱离嫌疑吗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各位咱还有必要深入的研究一下 重大嫌疑人 红术祖的口供 尊重历史 趣味解读 欢迎继续收听历史深处的民国 从1840年到1945年 从晚清到共和再到抗战 杨江杨调FM主播飞扬 为您讲述这一百年间的精彩故事 那些伟大的政治抱负 相互相互交织的爱恨情仇 一个个闪亮的名字 当然还有那些历史隐秘的角落 这样的民国才是你想听的民国 杨江杨调FM主播飞扬 为您亲情讲述 精彩故事 现在开始 有朋友留言说 这案子是不是差不多快结了 各位可以预见的是 本案无法终结 而且之所以 咱们在这些案子上 停留这么多时间 就是因为这些民国第一案 仍然有很多代解的谜团 所以各位 咱稍微耐着点性子 下回切着说 没了 也欢迎各位随时点赞留言 互动分享 订阅咱们的节目呢 可以随时掌握节目的更新动态 更多精彩故事 咱们下回接着说